电视剧《杨善周》日前举行了发布会 刘沛奇扮演男主演《模范杨善周》 戏里呢他可以说是一心为民 并不是一个好父亲和好丈夫 这个和戏外的他是大相径庭 虽然拍戏繁忙 但他还不忘照顾家庭 并还在最近向妻子承诺要补办一个婚礼 现在还没办还没实施呢 光有这个想法 戏话我想应该是在三月份之前 春节以后看看 长了时间吧 32岁那年刘沛奇和妻子孟天骄 从家里偷出了户口本 被着父母走进了婚姻登记处 给妻子补个婚礼 始终是刘沛奇的一大心愿 我们没有计算婚礼 我们也没有吃喜糖 也没拍过结婚照 也没有拍过结婚照 现在好像都是遗憾 其实我觉得这很正常 不是 你们婚姻幸福 对 婚姻幸福 婚姻有质量 这是最重要的 一晃就是20多年 此时的刘沛奇已经54岁 原本以为不办婚礼 是她想放慢工作脚步的开始 但去年到今年 不到两年的时间 她就拍了近20部电视剧 何时退休成为了一个 不敢奢望的问题 我觉得她是一个戏迷 戏迷 戏吃你知道吗 一天到晚就在说戏 我们白天拍戏 晚上一块吃饭 她还在说戏 这么多年戏 有没有想过哪天 自己什么时候退休啊 好 你看着我早退休 你咱说是老了是吧 其实也就是在干我 你也干就在退休了 一定要暗点退休 不光不退休 刘沛奇接眼的角色 还越来越辛苦 此次在电视剧《杨善洲》中 她就饰演一个 为民请愿的农村好干部 种树耕地这些苦活累活 都是她常干的事 都是学农 学工 我没有 我从小就拍电影 我们没有 我们小学 中学 都是学农 学工的